每一年的年夜菜呢 我们华人的桌上一定会有一个主题 那就是鱼 是的 因为华人都是喜欢吃了鱼之后呢 就觉得说明年有鱼 那今年呢 我会带给大家的一道呢 就是越是苹果沙拉鱼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年菜名字 歌舞升平庆有鱼 材料方面我们包括有石斑鱼 青苹果 大红洋葱 红番茄 大辣椒 小辣椒 腰豆 蒜蓉 圆鱼的调味料呢 分别有 盐 白胡椒粉 米酒 调味料 越是香凝 沙拉汁 柠檬汁 鱼露 黄糖 鸡精粉 水 以及玉米粉 好 首先我们要先腌制这条鱼 米酒 胡椒粉 盐 好 涂抹在鱼的身上 以及鱼肉 将腌制好的鱼呢 铺上薄薄的一层 玉米粉 然后呢 就把它炸得金黄香脆 所以我们的鱼 已经吃了 炸好了 等一下我们就要准备我们的配料 首先有蒜米 洋葱 看到洋葱已经变软变透明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辣椒 接着还有我们的番茄丝 快速冬炒两下之后呢 我们就下我们的调味料了 越式的这个柠檬沙拉酱 还有水 鱼露 糖 鸡精粉 让它稍微再滚一滚之后 我们才向我们的苹果 已经勾芡 好 已经滚了 接着由我们的苹果丝 再来勾一个芡 薄薄的芡 再挤一点柠檬汁 煮开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副材料 全部淋在炸好的鱼身上 就可以上菜了 最后就是撒一瓶药后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的歌舞升瓶庆友鱼 哇 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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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